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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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罗欣 今年18岁来自成都 我在场上的位置是边后卫 我叫沐一鸣 今年19岁 来自大连 场上的位置是边前卫和边后卫 小时候我经常和街区的孩子们一起踢球 那个时候我觉得足球能带给我快乐 它就有一种魔力让我能迷上它 我觉得足球就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东西 我希望我以后能一直踢下去 并且能越踢越好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暑假没什么事情做 然后就去学校里面锻炼身体 就开始接触了足球一直到现在 比利时的进行做得非常好 这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通过在这里打比赛来提高锻炼我们自己 因为这里的比赛强度质量非常的高 可以说比国内同年龄段的水平高很多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接受培训的话 肯定能提高得很快 在2017年的时候我正式进入一线队 当时我18岁 来到这里这么久了我觉得欧洲的足球环境比国内的要好 因为 地比赛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大概2万多人口 然后它这里却有历史悠久的俱乐部 地比赛是足球俱乐部 然后在国内在我们城市就没有这样一支类似于这样的球队 我觉得这是其中的差距吧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一线队打比赛 在场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的 在场上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但是队友都给我很多鼓励 在比赛中我也发现自己和对手和自己的同伴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也有一些差距吧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肯定会弥补这些 这是我的更衣设 里面有水还有衣服 还有这个训练的服装这些 未来我希望通过这些的努力能够在顶尖的联赛立足 能够进入国家队 为国踢世界杯 未来我想站在更高的舞台去展现自己 也想代表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 我们再会训养来的 咕出所 而且还有这些人 高兴 我们期待面会